亲爱的海贼王同学你好 欢迎您来到汉娜的解题时间这个小天地 那今天呢老师很高兴看到你上来绿佳教平台问问题哦 那我们先来看看你的问题吧 你说呢同学都说你的发音不标准 那你都会把处音符号写在单字的项面来背单字 如果想把发音学好的时候会给什么建议呢 海贼王同学老师今天啊要非常非常的赞赏你上来绿佳教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的国中同学都会有的问题哦 他们现在啊甚至有一些人都已经放弃要去念单字了 或者是把他把单字读出来了 那甚至呢老师要更赞询你的是 你肯把你的问题问出来 因为很多的同学甚至是不敢问问题的哦 所以海贼王同学你的表现非常的棒 你已经勇敢的跨出了一大步了 那老师呢今天要来为你解答这个问题 好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来看看发音怎么学 好发音呢首先 声音是从我们的嘴巴出来的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可以听待在国外很多发音 所以第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先会听 然后说那我们为自己创造听的环境 老师是建议啊有时候如果放学回家 有时间的话或者是睡前利用十分钟的时间 可以听听老师所列出来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学校课本CD的更读 如果学校早修有听CD的习惯 那早自习的时候就可以跟着CD一起附送 或者是跟英文老师借一下课本里面的CD 那把它拔背起来可以带回家听 再来呢是ICRT ICRT是一个广播 那广播呢 这个广播啊 有90%都是用英文来跟听众做沟通的 那此外呢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播英文歌曲 所以呢你可以先借由听英文歌曲的方式 来练习自己的听力 并且听听外国人他们是怎么样说话 跟外国人他们的语调 还有正确的一些字的发音 那看欧美电影也是一样的哦 我们呢可以不要一直专注在中文的字幕上 而是仔细的倾听电影里面 主角里面的发音 好 再来呢老师要为你介绍的是 杂志的CD还有MOD上面的女费节目 这两个都是大家说英语最基本的杂志 最常见最受欢迎的杂志所上次的地方 那这个杂志的CD可能还要花钱买 但是MOD上面的大家说英语免费的节目是免费 是可以免费去点阅的哦 只要上MOD 然后呢点阅语言学习节目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有个免费节目哦 每天都可以看30分钟 可以看主持人他的准形 还有呢他对这个单字的上次的发音是怎么样 扔进自己的音语能力 或者是我们还可以上YouTube上面查询 Phanix的免费影片 Phanix就是所谓的自然发音 所以要讲到自然发音 老师待会还会再特别强调自然发音哦 好 所以你看看这些图片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电影 著名的电影冰雪奇缘Ferzen 那还一样呢 大家说英语的课文朗上CD 或者是你也可以买详解的CD 都OK的 当然呢 你可以上YouTube的Phanix Phanix 搜寻就会出现这么多的影片 好 所以呢 来 老师来问你的第二个问题是 你的自然发音都熟悉了吗 首先呢 A到Z的基本发音最重要 如果啊你对于A到Z的基本发音 还不熟悉的话 可以找时间问问你们的老师哦 或者是你可以记得在下面 Titra Hanna也很乐意 在为你讲解一次A到Z的基本发音 那 在日记本发音里面呢 最重要就是这五个啦 短母音AEIOU 那还有长母音的组合 有短母音的A 有短母音AEIOU 那也有长母音AEIOU的发音呢 那你可以上网去像老师刚刚告诉你的可以 像YouTube的网站找长母音有哪一些 当然呢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些特别的子音组合 像是啊来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个读 像是PH是发乎乎乎乎的音 所以电话我们叫做Full WH叫做 哗哗哗 W不发音 所以我们直接发H的音就是Well 那有时候呢 我们会说WHAT再做Full 这个W就没有发音 这个Well还要把W的音发出来哦 再来呢 你可以看到 老师刚刚说的长母音 像EA在一起 我们就是发长E AY在一起 我们就是发长A 好 那接下来是拼字的技巧部分 其实拼字的技巧就很像我们的中文的拼音一样 像比如说我们说 松树的松 它就是由C N 三个音组成的 那英文呢 也一样 比如说呢 这个骨头叫做Bone 那我们就会拼成Bone Bone Bone 所以拼字技巧这个方面呢 对于我们来说 是比较简单的 好 那自然发音熟悉了以后呢 我们要来看看 KK音标对我们的帮助 那KK音标呢 最重要的是你只要看懂就好 而且它是一个补助你的工具 因为呢 它要帮助你念出这个单字 可是呢 这里老师有说 千万别 对KK音标 为什么呢 因为KK音标里面啦 有一些字 可能跟英文的原本的样子很像 那如果你的KK音标 跟你的英文 长得不一样 像比如说我们说 哦哦哦哦哦哦 可能单字里面显示出来的是 哦KK里面写出 显示出来的是小写的A 那我们就很容易被搞混哦 所以切记啊 KK音标只是当我们念出单字 当然呢 后大不会念的单字 还有同学的嘲笑 你可以说了吗 这里呢 老师有给你三个心法哦 同学可以说说看 第一个 鼓起勇气 念念看 那我相信孩子的王同学 你在这方面一定是非常的有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鼓起勇气上来问问题了 那再来第二个 心法 就是我们的行动力 主要呢 你有行动力的话 你呢 就可以 看那不配的单字的时候 先念念看 那之后呢 你就查字典 查查看里面的对不对 当然呢 心法三 看到英文 最自然的开口念 也是一个方法哦 好 第三个方法 可以试试看 所以呢 总结 来 首先呢 听 然后说 再来呢 多听英文 求西自然发音 之后 念初班日 KKE 来辅助你 好 最后一个 突破自己的心房 不要害怕 你演出来就做啦 好 那亲爱的海贼王同学 汉娜呢 在这边为你加油打气 有位其他的发音 对发音 有困难的同学 加油打气哦 那海贼王同学 今天非常呢 谢谢你 上来 立下 叫我问 汉娜老师问题 汉娜老师 期待在为你解答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